會在明天的工作 拍攝 Venxen哥我們開店的時候 這些文宣 這些宣傳應該很重要吧 對沒錯 但宣傳不是只有在一開幕的時候很重要 其實平常的時候也是非常重要 我看很多店在做宣傳的時候 平面或是在網路上 其實都做得下下角 對啊 其實開一家店 不只在店頭要做宣傳 其實網路上也更要宣傳 你看那個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是開咖啡店跟美國大選 對 你聽我慢慢地道 那個2016年11月18日 美國總統開票的結果 川普最後是以306張選票 擊敗希拉蕊的232張票 當選美國的第58屆總統 你看一個政治素人 他怎麼擊敗擁有眾多政治資源的希拉蕊 假如我們先撇開選戰策略不談的話 回顧了選戰的過程 兩個黨已經不再單以傳統的媒體 作為選傳溝通的管道 跟一路打到社群媒體的臉書 但川普擁有的1300萬的粉絲 遠勝過於希拉蕊的900萬粉絲 那尤其川普在臉書的曝光策略上 是運用大量的影片 和簡單明瞭的標語 提升粉絲的情緒和互動 與時下主流的粉絲業 經營的方式如出一策 那最後也得到了勝選 食體店面你可以把它當成是開店 也可以把它當成是品牌的經營 當你用開店的思維 街頭巷尾都會是你的客人 但你經營的是品牌的時候 全台灣喜歡你的朋友 都有機會成為你的客人 那這個時候 你就不只要在店頭發表你的新產品 你更要學習在網路上 怎麼讓同質性的客人認識你的產品 那要如何經營粉絲專業 就是你要學習的目標 那很多開實體店面的朋友 都知道也要開粉絲專業 但通常有經營好 或者是實際有互動率的 僅僅不到一成 要不然就是看到那種 粉絲首頁幾萬人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可是Polo文章卻沒有什麼人回應 與其結果這樣 何必要多指一舉 所以我們就是不把它當成是開店 也把它當成是品牌經營 對 其實像我以前 在經營店鋪的時候 其實也有粉絲專業 只是說一開始不是很了解 所以其實效果也不太明顯 那個時候我並不完全了解 可以用什麼方式 才能持續的與粉絲有互動 只是一昧地把錢花在行銷公司 讓他們導流量進粉專 那說坦白話 行銷公司絕對有能力 把流量灌進粉專 但真的能留在你的粉專上 還剩下幾個 那就算他們給你按讚了 也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也是很多實體店面老闆的盲點 臉書今天之所以 大家會需要用它的原因就是 它背後全球有二十幾億的用戶 有資料庫 甚至知道每個人的習慣 喜歡看什麼 甚至買過什麼 每個人在他面前無所遁形 也完全沒有隱私 那反過來說 我們得利用臉書這個龐大的資料庫 來幫助我們找到目標的客戶 你大概這樣子用網路行銷 或網路宣傳的話會不會花錢 對啊 其實你看川普他為了打贏選戰 那他幾乎 在社群媒體的那個 布光量他幾乎花了19億美金 可是這個對於我們 一家實體店面來 根本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實體店面要慢慢累積粉絲 這些累積而來的粉絲 永遠都會是你忠實的客戶 就算他今天不來消費 改天也有機會大家光臨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在臉書上面 與客人的互動率更高呢 主要的做法有三個重點 用人 用事 用物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用人來記錄 例如今天我們的店裡 哪一個員工做了一個蛋糕 結果很成功 同事們也都很喜歡 或者是哪一個員工 出了店裡的什麼任務 需要表揚一下 那又或者是哪一個熟客 好久沒來了 看到他很開心等等 那用這種方式 讓你的店裡更有人味 也可以讓整家店活生生的 就像一個人 每天都有喜怒哀樂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用事來記錄 每天店裡發生什麼事 把它當成是寫日記 你可以用照片寫日記 你也可以用文字來寫日記 甚至記錄天氣 分享心情等等 重點是 持續地做這件事情 那這種日記 是比用人來記錄 更有你店裡的味道 因為它很主觀 也可以讓你店裡更有溫度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用物來記錄 用物就是用你的產品 你今天進了什麼新產品 或者是推出了什麼新菜色 還有什麼樣的特別活動 都可以發表在上面 那重點你也要盡量學習 怎麼把照片拍好 拍漂亮 不會拍沒關係 多看網路上別人拍好的照片 那擠之下來就絕對拍得好 不需要單眼 手機絕對夠 現在手機很方便 而且有很多這種修圖的APP 修圖也非常的好用 對呀 所以真的很好用 其實也很方便 那用人事物架構出整個粉絲專業的主體 除了商品以外 多讓客戶認識你所有的面向 你的員工 你的故事 你的心情 你慢慢就會發現 有人跟你有同樣的故事 同樣的心情的時候 他就會在上面跟你做互動 這是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 你不需要去學多艱難的行銷理論 你甚至可以不用花任何的廣告費用 或者是分析什麼複雜的廣告效應 你只要能夠持續的不斷重複 做這一件事情 你就會有一群鐵粉跟著你到處走 甚至你要推出什麼新產品 他們也會願意來嘗試 那至於店頭的宣傳方式最簡單 我們可以參考7-11 差別是在於它是一家小百貨 可以什麼都宣傳 那你的店只要在店頭 讓客人清楚你要賣的產品 甚至大概的價位就足夠了 還有就是你最近的活動內容是什麼 因為風格客人也看到的 剩下就是你產品的競爭力 千萬不要浪費人力發傳單 那會比大海撈針還累 實體店面經營不只把它當成開店 也要當成是品牌經營 實體店面架構粉絲專業主體做法 1. 用人來記錄 2. 用事來記錄 3. 用物來記錄 店頭的宣傳 要讓客人清楚你賣的產品及價位 主持人家